这盆悬崖小时级,相信很多老铁还记得 当时一共买了两棵,另一棵是个提根怪装 别的树都是向外伸展 而这棵树的树干却藏进了自己的树根下面 买的时候只觉得很有个性 拿到手却不知道该怎么玩 由于此装不便大为高培 只得用个千筒盆先种下饱活 一年的时间长势已经相当旺盛 换入土桃盆内逐步提根 并对现有的枝条进行盘扎调整 初步的想法是利用素材天然的形态 做一条坚忍不屈的困农 三年后枝托已遇得两到三级 第四年,整体骨架基本完成 换入一个蓝油方斗盆,开始续养小枝爪 半个月前,我对其进行了全株在业修剪 小枝日渐丰满 龙头和龙爪也早已突破困境 张牙舞爪,蓄势待发 这是今天新叶出战的树像 龙身有黑,扭曲盘旋 嫩叶土绿,生机盎然 我没见过龙,更没见过困龙 但在我心里,既然是龙 必定刚毅坚韧,百折不恼 终有一天会挣脱束缚,龙腾酒消 我是巴蒂,感谢您的关注